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珠仔 歡迎再次收看珠仔的頻道 現在是下午3點多 等下4點鐘 就有兩個錶迷過來了 珠仔趁著有空檔時間 趕快介紹這隻手錶 這隻是Koroshio 64 如果珠仔讀得不正確 因為珠仔不懂日文 雖然我有日本同事 但我不懂日文 Koroshio 64 64肯定不讀得對 但Koroshio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如果大家懂日文的可以歡迎留言 就更正珠仔 鏡頭前面 Koroshio 64有名堂 是星神自動機械機心 8310機心 Koroshio 64 就是仿照1959年 星神第一隻 發明的防水錶 作為設計籃本 當時的錶叫做 Para Water 其實他在錶關上加了防水圈 發明了這個防水錶 亦是一段歷史 有一個測試 有47隻手錶 當時放在浮筒 飄留在海裡一年時間 這隻錶是沒有入水 沒有手潮的 這個Packing Box Koroshio 64 這個特別的Packing Box 就是當年仿照的浮筒 去做的 所以這隻錶 就是當年 以Para Water 那隻手錶為設計籃本 它叫做Koroshio 64 其實豬仔之前也介紹過這隻錶 但這次為何我要翻課 然後再介紹 一來它是真的很受歡迎 有些新的錶迷未看過 未買到過 未接觸到過 二來就是這次 因為匯率跌回到5.5 實在比之前更便宜 坊間還有很多店鋪 或者還有很多行家 會賣$2500到$3000多 它建議零售價$3900 但是豬仔這次找到 比之前更便宜 所以還是要再介紹給大家 這隻Koroshio 64 性價比值很高 我們先來看看 從外觀開始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Dial 我經常忘記了 有些標迷說它是鷹眼 鷹的眼就是這個紋 我覺得它像樹皮紋 它是一個放射性的樹皮紋 有些人說它像鷹眼 總之有些紋路 它是有些壓紋的Dial 放射性的 那邊表演做得很漂亮 好像Pisage 標面的造工 好像精工的Pisage 當然它的性價比值高 比精工的Pisage 便宜價的Pisage 所以豬仔介紹這隻 十二點位置 星神的字樣 就是一個金屬光身的字釘 然後你看到它的黑度 就是做了一個倒三角形的黑度 倒轉三角形的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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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了一個立體的字釘 可以看一下 做得挺漂亮的 灰灰的色 灰灰銀銀色 三角形做了拉絲 旁邊做了光身拋光的處理 標針就是一件型的標針 你看到它 都是灰灰銀銀色的 有夜光的 我們一起看看夜光 好了 時分針加上黑度的點點 黑度後面的點點 都是有夜光的 夜光都可以的 都光的 在三點位置 就是一個白盤黑字的日力槍 這個白盤黑字的日力槍 就做了一個金屬邊框 你看到它做了妥妥的 方形 但是妥妥的圓角 也是做了金屬邊框 而且它凹了下去一層 就更加有層次感 看下去 三針加日力 我們叫它大三針 另外再加上了復古的拱形玻璃錶面 你看到它做了一個拱形的水晶玻璃錶面 但是很漂亮 做了拱形的玻璃錶面 打側看大家會看到拱形 然後你看到玄璃邊位置 做了光身拋光的處理 我現在給它近鏡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等一下我會拿回軟鏡 還有你看到寫著Japan Movement 8310系的機芯 等一下我會分析一下8310系的機芯 好了 錶觀位置就放在三點位置做了一個拉推罐 微微收進去 比較容易踢起錶觀 踢起錶觀之後沒有虛位 8310機芯 向上轉動還是向下轉動 試試向下轉動 對 很好受感 很緊致 去到六點多鐘附近這些位置 我們教半顆 就 教日力 一架一架跳 很清脆的聲音 很好受感 好了 教完之後按進去向上專讀 上發條 也挺順的 上發條的感覺 也挺順的 大概就是 60小時的動力儲能 8310機芯 21,600的震頻 60小時的動力儲能 動力儲能 比一般我們平時用的 40小時的動力儲能為之長 或者有些Oring Star去到50小時的動力儲能 8310機芯 雖然是一個入門級的機芯 但是 它也做到60小時的動力儲能 大概上發條40下 就上門 或者你可以上10下 大 去自動上鍊 也行 好了 拉遠一點 拉遠一點鏡頭 看完整隻錶 Color Shure的殼型 比較圓 是斯文款的 好 錶腳位置 錶圈位置做了光深的拋光處理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拉絲不鏽鋼 拉絲不鏽鋼 延伸到旁邊的部分 你看到它也做了打直的拉絲 打直坑紋的拉絲 給大家看看近鏡 看到嗎 打直坑紋的 拉絲不鏽鋼 做得挺不錯的 拉絲不鏽鋼 耳朵位和鋼帶位置 都做了實深不鏽鋼 做了拉絲花紋 中間隔了一行光深的拋光 錶購位置也是做了拉絲花紋 寫了紫士的字樣 做了拉絲 打開之後做了銀色的拋光 對 做了銀色的拋光 好 先看看錶底 錶底 錶底很欣賞 這隻Limited Edition的Colossure Asia Limited 寫了Asia Colossure 64 寫了五個巴的防水 Limited Edition 寫了 這個 也寫了Stinger Steel 這裡是Stinger Steel 8310系的基深 對 好 駝呢 看了 駝呢 就是 一個 45度角的日內瓦斜紋的打磨 對 我挺喜歡 不是駝的 駝的位置 駝的位置 駝做了透視 我看到那個 日內瓦紋的打磨 斜斜的 45度角的 Stinger Steel 的機深 也是自己自家製的機深 8310機深 這裡有寫多少Jewerys 看看 多少Jewerys 21石 21石 挺漂亮的 底蓋打磨 好 以一隻入門級價錢的錶來算 相當 這隻錶呢 整隻錶 127g 不算太重手 有少少手感 那錶徑呢 就41mm的直徑 41mm的 厚度呢 就是 12.6mm 41mm的直徑 是的 41mm 厚度呢 就12.6 它的規格就寫 那這裡我讀出來 就13 是的 13.6 13 已經計算了 一塊拱形玻璃錶面 已經計算了 再量度一下 這個錶不算大 可以的 尺寸就48 是的 多一點 好了 戴上去什麼感覺 戴上去一隻 斯文款式的Color Shure 64 這錶很漂亮 真的不錯 如果這隻Pisage 我猜2,700-2,800 可能用4R機都要2,000多 多幾元 截了可能 豬仔也要2,400-5元 但是呢 這隻Color Shure 之前豬仔賣1,900元 當時的日圓價高一點 近期的日圓價跌了 1,828元 再便宜過之前 外面應該賣2,500-3,800元 不等 3,700元 建議零售價是3,900元 因為我記得沒有記錯的話 豬仔推薦1,828元 豬仔有3隻現貨 有3隻現貨 這個Color Shure 64 好了 不知道是鷹眼還是樹皮紋 早知的押紋的押紋 這隻Pisage還有點換味 就是等待封面 有豬仔的Whatsapp電話 如果喜歡這隻Pisage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可以打給豬仔 在封面就有電話 這隻Pisage是斯文的 搭配鋼帶 斯文款也可以 如果我喜歡 出去Happy Hour的時候 跳皮一點 我先拉遠一點的鏡頭 拉遠一點的鏡頭 搭配這個 口皮帶 整個味道不同了 因為它銀白色的錶盤 可以搭配不同的錶帶也可以 一條橙啡色的 中啡色的皮帶 你見到它搭配上去 有不同的感覺 很不錯 立即跳皮了 因為這條是厚皮帶 車線的 下上去又有另一個感覺 不錯 相當之 好 這條錶帶也是百多元 二百元有找的 百多元 比如搭配膠帶 想搭配膠帶 搭配膠帶 搭配灰色的膠帶 也可以搭配膠帶 搭配膠帶 我今天搭配膠帶 搭配膠帶也是不錯 搭配膠帶 這個也是一百元 如果喜歡這條錶的錶迷 可以在封面找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你 不要錯過這麼漂亮的價錢 從未試過這個價錢 我從未試過這麼便宜 但我的風格是便宜回來便便宜 賣給大家 如果貴了回來便沒有辦法 要按回率加價 現在確實便宜了 所以還比之前便宜了幾十元 如果喜歡這條錶 就可以盡快找豬仔 有三隻現貨 如果你喜歡我的推介 記得按讚 豬仔 豬仔很努力地介紹 不同類型的手錶給你們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訂閱 好嗎 我們下集見 拜拜